立項隊絕對是一個幫助 另外小姬林恩宇 這個月份也將會在一群出賽 預定是在7月8號 剛剛那個外角第9145公里 應該是真正本季最快的一顆 而且壓的位置真的是夠貼 也來一個訴求 或是外角稍微偏低 剛剛講到在林鋒豫全力打大賽的位置 將要有這個球團 NAMIKO球團來做推薦 當然陣中的巨號人物 包括林志盛 還有陳金鋒 最近手感像火燙的葉竹萱 其實也都是可能的人群 當然也是要請NAMIKO球團 當然來做推薦 看是如果小胖不能參加的情況之下 是誰要來定 當然這 剛剛戰略所提到那三位選手 都還蠻有話題性的 就是不管是林志盛 或者是像陳金鋒 真的最近打擊蠻火燙的葉竹萱 其實我對這三位選手 我個人都還蠻期待的 對 在長城火力的部分 都是有展現 整個球出手 結果打成了一個本領後方 翼裏邊線的界外飛球 陳志盛過去 沒有機會來處理 不過面對陳金鋒 曾崧瑋的球速越投越快了 剛有一個現場測到146 應該是說從第三局開始 曾崧瑋在投球 最後要出上那個白背的加速度 因為曾崧瑋就做得蠻好的 看到這球 結果是上了看台 球裡面都閃得相當快 曾崧瑋 曾崧瑋今天在前面一次呢 是打到一個三壘方向 遭到了刺殺 曾崧瑋在這邊 面對他也是投得不輕鬆 兩好球 兩壞球 這個球一個偏力的變化球 是吊中了打者球 往後面露 結果球趕快撿起來 一雷做確認 打擊的陳金鋒 還是遭到了三陣 曾崧瑋這樣比賽第4K 這個半球的進攻 三上三下 四局打完雙毛 還是一分差